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广西山区里面的一个村庄以及这个村的唯一的一间工厂 这个村的话位于广西大兴县境内 距离广西首府南宁的话有八九十公里 现在看到的话就是村庸村茂以及新农村建设总体的话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村主要的经济来源的话 主要靠种植甘蔗玉米稻谷还有出去打工工业的话曾经拥有一间唯一的一间工厂 但目前的话已经倒闭了旅游的话目前还没有什么景点 现在我就来到了这间曾经辉煌过也是村里唯一的明星企业 那这个厂的话以前投资几千万了主要是加工一些铁矿丝 就是利用当地非常丰富的石头来进行深加工 加工成装修用的材料 好好的一间企业不懂为什么突然这样倒闭呢 踏进这个大厂的门口真的一片的西凉 我真的感到很惋惜啊 因为他可以挣扎几十上百个就业的岗位的 还为当地创造了很大的GDP 大家看到现在白白的粉状呢 就是已经是神品了 就是平时我们装修房子 呃内墙外墙刷的用的那种材料 呃在广西特别是山区的话那工厂真的非常稀缺 不像广东珠三角那边那工厂遍地都是 那这间工厂的话已经开了好几年了 现在不懂是不是啊那种石头没有了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就这样的突然的倒闭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了 呃那员工的话只能又要去广东那边打工了 呃那这边输了农业啊 其他还真的没什么其他的杀业了 很少 呃那看到的话那石头的话就从大山里面运过来的 挖那些山上的石头也是在这里附近的 这边这一丰富的话就是石头山了到时候石头 然后目前的话也有零星开发来用作洗房子 那些石杂还是粉的 但是还没有大规模的呃有什么大的那种价值 那这边的话也没什么大平原也没什么大江大河 所以招商引资的话难度真的是很大的 但目前的话最主要经济来源还是种甘蔗啊 但是土地也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一部分人只能靠出去打工才能够维持得了生活的 那本期视频的话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所有朋友观看再见